台湾剧场 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从南海里面开始的 南海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当时 基本上所有的戏都在那儿演 因为这个时还没有国家剧院 还没有社交馆 社交馆刚83年 就民国72年刚开 那基本上全台北市 就是一个艺术馆为主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演出 都在南海里 那我们就常去看戏 也去看朋友的戏 那么有一次我记得 我是去看了兰林 他们在拍一个新的戏 然后我们就去现场看彩排 那这个彩排 这个戏比较前卫一点 那么彩排踩到后来 突然之间 非常超现实的画面就产生了 也就是说 有一些工作人员 就开始拉了一个布条 某某幼稚园毕业典礼 然后老师来了 小朋友来了 一台钢琴开始搬到舞台上 然后导演就跳上台说 这是我的场地 这是我租的 这个时间是我的 我还没排完戏 然后所有人看到 什么 对他们来讲 这个不是个剧场 这是一个毕业典礼的地方 然后家长也来了 小朋友来 就看到那个导演 抓狂的在说 这是我的时间 这是我戏没有排完 我现在正在彩排 你们不可以这样 等等等等等等 提笑皆非的一个场面 我在现场 我们好几个人都在现场 然后后来 这就成为了 暗恋桃花源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也就是说 在一个舞台上 两组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诉求 然后他们都自己 非常清楚觉得 这个场地是他的 然后撞在一起 然后无解 我一个创作者 看到了一个 社会里面的一些 极度可以说荒谬 或者是并致的一些 很奇怪的一些情景 放在一起 感觉到一种拼贴 那暗恋桃花源的美学 也就从此就来了 你看看在民国70年代 在这个剧场里面 发生过的事 这都是属于 不只是台湾剧场 创造台湾新剧场的摇篮 同时做出 非常高水准的一些演出 台湾的专业剧场 就是那几年形成的 台湾新剧场的走向 也是那几年形成的 全部是在那儿 我们那么多戏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暗恋桃花源》 《圆桓乌语》 这一夜谁来说相声 全部都是在 南海路艺术馆首演的 所以我希望南海路 能够想一想自己的历史 然后想一想 我们的未来 是不是可以 真的有一个剧场 是专门演舞台剧的 然后在里面 可以天马行空 培养出我们下一代的 这个精彩的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